在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一位剪纸大师施丽华 他用60多年的时间练就了独特的剪纸风格 拿起极简边剪边创作 在众多创作题材中 施丽华幽为擅长剪出千姿百态的蝴蝶 并创造了蝴蝶图腾系列 剪纸艺术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承载着不同地域的民族风景 更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吉祥幸福的期盼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便有一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剪纸大师施丽华 他用60多年的时间练就了独特的剪纸风格 不用事先打稿 拿起极简 边剪边创作 作品一气呵成 每幅都是原创 在众多创作题材中 施丽华尤为擅长剪出千姿百态的蝴蝶 并创造了蝴蝶图腾系列 蝴蝶随都会剪 这种那种 但是我的蝴蝶和别人还有点差异 比如说这个剪纸现在就是平面做图 那然后我就把它变成像这种套色的立体的剪纸 然后里头加了好多元素 把万事万物我都加进去了 比如说人物了风景 生肖了 我都都在里边 这蝴蝶捡了有一万种 一万个蝴蝶不同样 比如说这一幅 大家看一下 这是用两条黑龙组成的一只蝴蝶 这里都加了有祥云和丰收的丰字 这代表黑龙家还有小燕子 一年之际再一春 代表春天 这里有好多寓意都在这里头 万只蝴蝶万种风情 施丽华用纯熟的技艺充满心意的想法 让一幅幅蝴蝶剪纸成为了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除了蝴蝶 施丽华因自小生活在哈尔滨 对于东北风情冰雪文化也十分钟爱 由此他创作了雪花系列 东北风系列 杜兜系列等 他的剪纸艺术仿佛是一个照相机 用一把剪刀记录着生活的万般美好 那么施丽华是如何与剪纸结缘的呢 施式剪纸到我这已经是第三代了 我从小就看着母亲和姥姥买卖 他们是用这把剪刀来做剪纸和布衣 一开始喜欢看热爱 然后现在就这几步就是痴迷了 甚至就是到了小学中学 那课堂就逼带一把剪刀 我剪一个小样 往那给这个同学那个同学 同学说谢谢 这谢谢两次呢 就是要我坚持一直坚持到现在 如今的施丽华已年过古兮 可美美提到剪纸 她似乎还是那个六岁 就开始学习剪纸的小女孩 对剪纸艺术永远充满着敬畏与热情 正是这份坚持 让施丽华获得中国剪纸得意双星奖 等大大小小的奖项百余个 然而 作为非遗传承人的施丽华探言 获奖固然欣喜 但更重要的是将剪纸记忆传承下去 从那个九十年代开始呢 我这剪纸记忆呢 就率先进入了各大院校 各中小学 各社区 各幼儿园 还有特殊群体 还有很多贫困山区 有一万多人嘛 然后他们现在都有得从事这个职业 而且去教课 我想就是我教学生 学生教学生 学生的学生再教学生 我想这个手艺不会失传 一张桌子 一把剪刀 几张红纸 从学校课堂到社会活动 我们总能看见施丽华的身影 正如曾经一名学生 在作文中所写 老人的眼里 闪着激动的光芒 就在这一刻 我读懂了很多 有坚守 有热爱 有向往 施丽华 是他成长路上的点灯人 相信施丽华的剪纸课堂 会如同一颗颗种子 种在每个学生心中 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开花结果 到那时 非遗传承 也不再是少数人的坚守 而是全民的追求